想像一下 任何天气都可以穿的超薄外套 在上班途中自动帮你烤吐丝的机器 可以挂在手腕上的智慧型手机等等 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面的东西 在不久的未来将化为现实 太阳能涂料 房屋很快就会能够使用再生能源 而这些再生能源将被放进真正的建筑结构里面 太阳能就是其中之一 而它现今所面临的挑战是 该如何将低技术成本并更易于人们使用 特殊的太阳能涂料能够吸收阳光 并将其转化为可用的能量哦 虚拟实境 现在的VR只有影像和声音 不过光是这样就已经很真实了 但想象一下 你能够在VR中触摸物体的感觉 有了特殊手套 这真的有可能成真 这种手套会限制手和手指的移动 会让你感觉好像在触摸真实的物体 这种功能将会使游戏变得更加有趣 它还可以让你在近距离观赏博物馆的展品呢 智慧购物 将VR或AR与无人机的移动性和机动力合起来 就会变成有如科幻未来的购物体验 你将能够看到预购买商品的完整实体 而VR将允许你触摸并检查大小是否适合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无人机将立即寄送你购买的商品 4G都能穿的外套 终于不用再穿厚重的外套了 也不用再寒冷的清晨套着外套 然后等到大太阳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汗 这件轻薄的外套可以持续监控外部的温度 透过开启内部的特殊加热晶片 这件外套就能够发挥预寒的效果了 智慧家电 所有的家电都能够互相连接 并配合你的生活方式 你在早上醒来并关掉手机的闹钟 窗帘渐渐打开使房间亮了起来 咖啡机开始动了起来 当你下班开车回家的时候 冷气会收到汽车的讯号 并且开始自动加温或吹送冷气 当你打开门口的时候 就会自动播放你喜欢的音乐 膝带式烤吐司机 它看起来就像餐刀 拿一片面包 然后把烤面包机放在面包上 面包马上就烤好了 而且你还不用清理面包馅啊 分析食物的盘子 智慧餐盘能够检测食物包含多少卡路里 以及你节食的情况 而餐盘会将这些资讯 发送给特定的观察者 也就是你手机上的APP 它会追踪你的健康状况 并显示减重的进度 对 你的盘子会出卖你 使用之前请先三思哦 3D食物印刷机 如果你不喜欢煮饭 那就买一台3D列印机 它能够印出你所有能想象的食物 并且还留住所有食物中的营养 它能够帮助你控制热量的摄取 太棒了 要不要来个3D列印杯子蛋糕呢 人造肉 要价超过30万美金 这就是世界最贵汉堡的不凡身价 人造肉是由实验室培养的肉所制成 在不远的将来 人造肉的生产过程会变得更有效率 这会使得实验室生产的食品变得更加便宜 这种制作过程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廉价的食物 而且还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哦 更强大的智慧手机 AI是高阶的缩写 不对 其实是人工智慧才对 AI不仅变得越来越聪明 而且它还变得越来越小 新的AI晶片非常的小 可以轻松地装进智慧型手机里面 让你的小装置变得无所不能哦 轻松穿戴的智慧型手机 你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 就能够将智慧型手机戴在手腕上 可以弯曲的荧幕让这个想法变得可行 有的荧幕不管怎么样弯 它也不会破裂 无线电波充电器 无线充电很棒 但是你还是得要花一点时间 把手机放在同一个地方 这种新科技是利用特定的无线电波 你可以透过路由器的WiFi 轻松地为你的装置充电 携带式影印机和扫描机 扫描机在未来 看起来可能就跟原子笔或马克笔一样大 只要划过任何的文字或图片 就能够把数据储存起来 另外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装置 可以印出扫描过的影像 如果是手写文字的话 该装置甚至可以辨别难以阅读的字机 我猜医师们开始紧张了 放心 不会有事的啦 真空列车 意思呢 是在真空移动的火车 而它将运行在地底的真空隧道里面 磁浮力会推动火车前进 这种火车将比现代飞机还要快 速度呢 大约是音速的五倍哦 智慧轮胎 最先进的轮胎呢 将会导入感应器 当需要更换轮胎或轮胎出现问题的时候 系统就会警告驾驶 感应器还会监视路面的状况 胎面磨损的情形 充气状态等等 功能相当全面哦 电动车的快充充电器 电动车在未来肯定还会存在 但你再也不用担心用光汽车的电池 新的充电站将使用最先进的技术 把充电速度加快十倍 只要几分钟充电就完成了 除草机器人 你只需要在草坪上面标上特定的记号 这样除草机器人就会按照你设定的草坪范围移动 而不会跑到你邻居的家里 在这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机器人会按照设定的方式开始除草哦 及时翻译机 你可能无法学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但是你的智慧型手机却可以 就是这种配有麦克风的特殊耳机 这种耳机能够侦测对话并直接翻译哦 空气鼓 你是否有听过在听到节奏十足的歌曲的时候 也想跟着打鼓的冲动呢 当然可以 在未来呢 你将可以用这种动态追踪的特殊鼓棒来演奏音乐 对于鼓手来说这会是非常棒 也非常安静的练习方式哦 自动行李箱 你绝对不会再弄丢行李箱了 他们会自动跟着你到天涯海角 你的行李箱将能够追踪你的位置 并且避开障碍物和其他的人群 行李箱中还会装上GPS发射器 这样即使出现状况 你也能够马上找回行李箱 如果他们能够在行李箱找到你的时候 发出一些提示仪 这样一定很酷 他可能会说 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东西啊 或者我里面装着你的内裤耶 量子超级电脑 量子电脑最近解决了一项 一般电脑需要花费一万年 才能够解决的计算任务 而且整个计算过程也没有花上太多的时间 不过这只是量子电脑运用的第一步而已 真难想象 未来的量子电脑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超级安全的网络 量子编码相当困难 但是它能够以百分之百安全的方式传输资讯 这将有机会使网络变得比以往还要安全 抗老化治疗 现代科学正在厘清衰老的原因 即使新发现还是不能够让我们战胜死亡 但也可以让我们长保年轻 并变得更加健康哦 脑部电脑化技术 你不需要再用滑鼠和键盘了 你以前只能够在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 现在已经在研发中了 那就是大脑控制技术 哇哦 带上这种装置 你只要念头一闪 电脑就会开始运作了 这还真的有点可怕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我们的影片一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 这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 你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并继续锁定在我们亮生活频道哦